这一期《国度一分钟》跟您探讨使徒性教会 Apostolic Church 教会Ecclesia是由希腊文Egg跟Kaleo组成 是指一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体 而Ecclesia在希腊文之中是指国会或殖民政府 所以教会就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治理团体 有影响一个地区的权柄 现行传统牧养型教会 较着重堂会人数的增长 牧师是主要的职份 通常担当教会管理、讲道、事工执行、牧养等等角色 由一群平信徒组成会众接受牧师的牧养 事工都是以满足需要为目标 满足会众的牧养需要 确定羊群受到照顾与安慰 而在《使徒性教会正兴起》这本书中 提到的《使徒性教会》 要着重拓展神的国度 拆派信徒出去不同领域发挥影响力 他们会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 以五重执事运作 装备每一个信徒去服事 使信徒皆为传道人 所有事工都是由异象主导 教会的目的在帮助信徒寻找生命中的呼召 装备训练以及拆遣他们出去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欢迎你来like和share我们 国度复兴部的Facebook专页 感染中 来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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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ów 我拍特别人喜割